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呢 上一次我跟李先生聊天 已经聊了很多啊 所以我现在讲的事情 可能会有重复的啊 如果说重复的话呢 麻烦大家再提一遍啊 就说我以前做的那个 关于就是说 买房子住 就越买越富啊 租房子住就越住越穷的这个视频呢 它不适合中国 中国是一个非常离奇的市场 这个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它是一个离奇的市场 历史我就不想多讲啊 否则的话 我党又说我想 他脸上抹黑 他也不知道他禁止他脸上是不是黑的啊 我们共产党打土号分田地 开始是分了一下 然后又收回来了 就是抢占了别人的土地 变为国有 我们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没有一寸土地 你算不上这个国家的主人 这个问题你们就考虑 反正我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 我在中国没有一寸土地 那土地是谁的呢 土地是共产党的 共产党它可以拿来出租 租给谁呢 租给我们 所以说我们买的房子啊 其实不是你的 而只是你一次性 付了七十年的租金 那么大家把这个房子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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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去的房地产的就赚了钱 但是大多数的就像买股票的一样 我上次讲了我是怎么样非常在及时的抛掉了我在中国的一个房厂 当然这个事情我很后悔很后悔 因为这个事情把我跟我一个家里的人的关系搞得不好了 这是损失更大 我如果当时想到是这样的结局的话 那个房子我宁可不要了 那个房子我宁可亏 没关系 我就当那个房子没了 我愿意保存我自己我跟我家庭人的关系 这只是从我个人来说 我感到非常非常伤心 房子是卖掉了 钱还搞不出来 还把人给得罪了 但是作为国内的朋友 我现在就要警告你们了 其实从今年的2018年7月份开始就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出手要在7月份以前 我是在7月份以前出了手 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我的帮助之下7月份以前出了手 所以我们是拿到了现金 7月份以后非常困难 从明年开始会更加困难 在围绕着人们心中的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是比房价更加重要 现在有些银行已经开始偷偷的已经在抛售了 千万不要结盘 现在千万不要结盘 在2019年你们看吧 我是建议 你们手里有两套房子以上的 有一套是自己必须住 那不管它 掉也好 怎么也好 我自己住在里面 只要有两套以上的 赶快抛 哪怕亏本也抛 真的 相信我的 赶快丢 只要手里有房产的 赶快丢 丢得越快越好 只要想尽任何办法丢掉它 这个就像股票一样 丢得越晚的 赤亏是越大的 最后房地涨的真正崩盘以后 倒下了以后啊 你看会有多少人 这个一断供 一断供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你的银行的钱还是欠着的 所以你就是说 记手里面就没有房子 没有财产 你还欠银行的钱 所以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 有些经济规律啊 它不是完全可以靠行政 能够控制的 它有些是属于规律 规律到的 一定的时候的话 它任何行政 都挡不了 我这个人呢 就是说有点奇怪 我不是那种做深入 调查研究 大来收集证据这种人 我是凭感觉 我在很多问题上 我是凭感觉 而且我的感觉往往是正确的 我感觉什么时候 我就跟着我感觉走 好像就是有人 有一个外面的力量 才告诉我 就像去年 我三一份到了中国 我见到老同学 我五月份 就决定 一定要把那房子卖掉 就吹我的家里的亲戚 我说在六月底之间 一定要成交 无论什么价钱都卖 当时我就是这么讲的 只要有人买 随便它出什么价钱 而且随便它的价钱 出的比市场价低多少 都不管 卖掉 结果我那套房子 终于在六月底脱手了 七月一开进 一进入七月份 就开始限购 就开始政策就改变了 接下来后来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现在 房地产就是一种虚高 就是有数字 没有这个交易 就像我的一位朋友 他的房子 放在那里 很之前 他降一点价 还是卖不出去 再降一点价 还是卖不出去 看的人很多 买的人都没有 不是这个不够条件 就是那个 要卖小换大 小的卖不出去 大的也不能买 反正就是卖不出去 最后就是卖不出去 就是没有实际的交易 所以我再重申一遍 你们在中国 制的所有的房产 你只是一次付了 七十年的租金 而且七十年以后 不会有人 再愿意去住你那个房子 继续租你那个房子 你更不要想再去卖出去 所以说 你现在的房子 除了那一套 你现在住着的 这一套是有意义的 以外 手里的所有的空房 属于土投资房 都是没有意义的 都是需要赶快脱手 请你相信我的感觉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另外一个房子问题 他要说到房子 真的我们很希望 他给大家多聊一聊 海外置业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呢 很悲哀 渴望有房子 因为我们实现温饱 不容易 中国人是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见面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 就是您吃了吗 这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 长期我们受这个 填饱肚子这个问题的困扰 中国现在有了物权法 物权法规定 就是70年的产权是你的 70年以后怎么样 不知道 我们从物权法颁布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一栋房子 满了70年 所以未知这个东西 不知道 一只靴子落地 另外一只在举在那 说是自动续期 交不交费 土地问题的使用 到底会有一个什么后续的 也延续的政策去对接 都不知道 北京现在的房子都蛮贵的 动不动就是七八万 十来万 我买了一套房子是04年买的 我也不是贪官 那个房子 那个时候大家凑了一个首付 家里人一块凑了一个首付 然后每月交月供 很简单 当时我租房子住 后来我一想 就是说 这个房子 我交20年的房贷 房子是我的 如果付了20年的租金呢 这房子还是别人的 这就像陈先生说的一样 所以买房跟租房相比 那当然买房更划算 而在中国 我是04年那时候买的那套房子 当时戴京装修 北京的北三环附近 只有9500 今天呢 动不动就是七八万 当时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今天来看 就从房子的价值来说 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你已经是上千万的资产了 当然 这个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 因为我不能把它卖了 卖了它 我没地方去住 所以尽管说 你从它的市值上来说 你的身价是千万 但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当时讲啊 就是住房问题 确实是一个 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也是一个值得 跟大家长久聊的一个话题 李先生最后谈到一个这个房子问题啊 我要对这个机会再要讲一讲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上次做了个视频 就是叫做这个 越买房子越富 越租房子越穷啊 之后很多朋友就跟我提到的 这个国内的情况 我突然意识到 我在那个视频中就没有讲清楚啊 应该是我讲的 都是我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啊 这个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相干啊 中国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 另外一个体制 另外一个世界啊 它不适合于我讲的那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太大啊 所以我讲的那个观点 不适合在中国 这是一点我要讲的啊 就是在中国你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现在啊 你一定不要进入房地产 我要借这个机会 还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今年的年初 三月份我回去以后 碰到了一些这个中学的同学 后来呢 我也邀请他们到日本去玩了一趟 五月份我又回到这个中国 当时我有一种感觉 感觉中国的房地产 这个泡沫已经到了 这个很快就要破的 这样一个关口了 我在前面的视频讲过 我曾经就是说 出钱给我的哥哥买了一套机制房 后来呢 其实我在中国还买了一套房子 这个呢 就是说在我的那个故事啊 那个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啊 叫做这个房子家与家庭 house home and family 这篇小说中间呢 有强细的描述 所以这一套房子 我在中国常常老家买了这套房子 在我做的那个视频里面 并没有提及 啊 我在这里要讲一下 这是我跟我哥哥买了一个投资房 当时买了就是为了投 为了投投资买的 对吧 买了这个房子几年前吧 当时是花了大概一百多一点点 一百多万啊 我就感觉到 这个再不卖就不行了 再不卖就不行了 当时我的哥哥不同意我的意见 他说还要涨 还要涨啊 这个房子可以涨到三百万 我说我把它卖掉啊 不管他将来能涨多少 我说在这个点上要把它卖掉了 要出手了 我们卖掉的话 好像是一百六十万还是一百八十万 我不记得了 反正我哥哥卖的啊 就就把它按这个价钱卖掉了 就赶在六月底成的交 真的 我就是我在常常守着守着守着 就在六月底就成交了 我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因为我算了一个账啊 中国买的这个房子将来还能涨多少 这是个虚数 但是我的感觉从七月份中国要变天 从七月份开始 中国的房地产要变 所以我跟我哥哥说 一定要在六月底之间要脱手 多少钱 多少便宜都要丢掉它 不要犹豫 只要有人买 出了价钱就丢掉 为什么我会这样 你就想想看 中国一套一百六十平方的 在长沙的这样的这个楼啊 你能租多少钱呢 你能租四千人民币 你能租五千人民币 了不起了吧 对不对 你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投资 四十年 而且你在中国买的这个房子 不是你的啊 你只是付了七 你只是一次付了七十年的租金啊 很多中国在中国买房买房觉得 我买的房子是我的 不不不不 这房子都不是你的 在中国买的房子都不是你的 你只是一次付了七十年的租金 还有一个问题 七十年以后有谁还愿意住你那个房子 还有谁愿意去买你那个房子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今天你的小孩 今天你在抗日战争的事情 你的爷爷留个你一栋土屋啊 七十年以后了 你现在要你的儿子去住 你愿意去住吗 你愿意去住吗 七十年以后 还有哪一个儿子孙子愿意住你现在的这个房子 动动脑筋想一想 所以说我觉得 正于李先生讲的这样啊 我现在住在一个几百万的房子里面 但是这是一个虚数 你只要不把它变成钱 这都是假的 因为你是一个住在几百万房子里面的穷人 很多上海人就这样啊 住的房子只几百万几千万 但是出去买小车都没有钱 因为你这个房子不能卖啊 但是我能卖我跟哥哥说 卖了换成钱就是真的 而我把这个钱啊 他能换成卖掉这个一百六十万一八十万 就相当于三十万美金 三十万美金我拿到美国来 像奔驰老师这样的房子 像我那样的房子可以买两栋 你可以在拉斯维加斯买两栋这样的房子 那么你一栋拿出去出租啊 而且你买了以后 而且你买的这个房子 连地连房子都是你的啊 有多少地 一亩地啊 等于你买两亩地 买两栋房子 等于长沙的一个一百六十平方的一个公寓 那你说我在这里有两亩地 有两座房子 拿出一座去出租 我至少可以住一千 二到一千三美金 也就是说多少 可以租到七八千人民币 而且我的这个物业费没有 每一年的税很低 几百美金的税 所以在国外买房子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税啊 因为地域不同 他的税不同 你不能跑到这个サフランシスコ 或者是洛杉矶买个豪宅 结果那个税一个月都是 一两千美金的话 那里就背不起 所以你一定要选中对方 像拉斯维加斯 就是一个好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我 一定要我哥哥把那个房子 卖掉的原因 当然卖掉以后 弄得我这个兄弟子的关系 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我的最大的损失啊 我想的如果是 把我这个兄弟关系弄成像箭子这样的话 我当时还不如不卖 对吧 我就把那房子送给哥哥算了 至少还有个哥哥在嘛 对吧 这个故事在以后再解 这就是我的观点 不但是我自己卖掉了 我还帮一个同学卖掉了 这个同学应该感谢我 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深圳有一个楼 这个深圳这个楼呢 可以卖好像是七八百万人民币 就是说也是一套房子 一百三四十平一套房子 在一个很好的学处 他当时也是说 哎呀那等一等吧 再看一看吧 我说不要等 不要看 马上把它卖掉 我说我陪你去 我陪了这个同学 跑到深圳 五月份 他也是在六月底之前出手了 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一过了六月份 一进于七月份 变天了 对啊 什么限购啊 什么东西啊 到现在到明年 你看看 如果我那套房子 六月份没有卖掉 如果我同学那套房子 六月份没有卖掉 你就很难脱手了 很难脱手了 而且到明年 中国这个房子 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所以我是这么算这个账 就是说宁可 如果你在中国 有两套以上的房子的话 有一套你自己必须自己住 那是没办法 这甘许对吧 只要是有两套以上的 能处署 赶快处署 赶快处署 把一条价也丢掉它 啊 你那么是亏本 也丢掉它 因为至少你还能拿到钱回来 这个像股票一样 到以后真的 就像马云讲的一样 真的就一钱不值啊 你说得了两三套房子 你就是个房奴 你还要付贷款 你的房子一钱不值 你欠的钱还在那里 那你就是这一辈子就 就宅在上面了 我觉得我很走运 对吧 我把我这个房子卖掉了 对吧 我哥哥也得了钱 对吧 我也拿了一部分钱出来 大家都能够分一点 对不对 那么我拿这个钱到拉斯维加斯 买房子 出租 我的收益好很多 一百年以后 两百年以后 这个地 还是我的 这就是整理 地是我的 永远是我的 不舒服租金 地涨 我就卖 地不涨 我就住 好 房子目的也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听懂了 关于 有些朋友提出来 就是说 哎呀你能不能帮我 我们投资啊 也在拉斯维加斯 买点房子 这个东西呢 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 就是说 我是我的人生 我这个人不愿意麻烦 我这个人也不贪心 我这个人也不愿意惹事情 对吧 我必须要把自己路走通了 我是这么认为 拉斯维加斯的房子便宜 拉斯维加斯的税便宜 当然税他也可能改嘛 不一定的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鼓励你买了房子了 明年税涨了 你说我骗你 我也不是 这个川普大总统 对吧 我也不制定这些政策 对吧 所以我 一般的说 我不会帮别人买房子 我是管我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我把房 这个房子买下来 然后呢 这个出租 做短租生意 我会在这里买个两到三 栋房子 我现在已经有 一栋了 我再买两栋 对吧 我有三栋房子 三栋房子 我两栋拿出来出租 一栋拿出来 就是说 买卖嘛 就是说 我三栋一起卖 把价提的 我希望的那个价格 哪一栋卖出去 就卖 卖掉了 拿了这个钱 又买一栋 我有三栋嘛 就不断的卖嘛 不断的滚嘛 不断的滚嘛 那么另外两栋 我永远可以租嘛 出租出租 短租就是这个好嘛 对吧 我今天卖掉了 我就不短租了嘛 我没有卖掉 我就短租嘛 是吧 反正是做这个 家庭旅馆的生意嘛 总是有客人来嘛 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嘛 所以这是我 自己想做的模式 等我把这个模式 做通了 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做通了 我向大家介绍这个经验 那么大家可以模仿 如果说是真的谈得来的 好的朋友的 可以信任的 顺便帮忙忙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不要指望 我去做这个中介 我不有这个麻烦 我这个人要清静 要有清晰的头脑 要有时间和自由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好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最后李先生 来 做这个 最后的结尾的语言 好 再见 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缘分 有兴趣 我们继续再聊 谢谢大家的 对我的鼓励 同时也谢谢大家 给我提出来的 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